前一段时间一直是做中式的面点 今天咱们换一个西式的黑椒牛柳一面 在西餐厅吃的话一份至少要几十块钱 咱们花十几块钱自己做 把牛肉切成条 这个最好是选牛里鸡肉 因为它比较嫩 喜欢吃肉的可以多切点 切好的牛肉放在一个碗内先腌制一下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料酒 一勺食用油 半勺淀粉 一勺灰胡椒粉 一点点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再来调个酱汁 一勺灰胡椒 两勺淀粉 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再放一点点盐 最后倒150毫升清水 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三种蔬菜 彩椒 青椒 青椒和洋葱 把这三种蔬菜全部切成丝 放在碗里备用 下面我们来煮面 水开后加一点点盐 然后把意面下到锅内 大概煮10分钟 如果你觉得10分钟不熟的话 可以捞出来一根长一下 只要不发硬就可以了 然后把意面捞出来 放在凉水里过一下凉 过凉的一面口感会更好一些 也防止它们粘在一起 把面捞出来放一边备用 锅内倒入适量的橄榄油 当然你没有橄榄油 也可以用其他油代替 把腌锅的牛肉倒入锅内 这时候要不停地给它搅拌一下 防止粘在一起 等炒到八九分熟 把蔬菜倒进去 我们继续翻炒 这个时候要一直不停地搅拌 炒到蔬菜断生之后 把意面放进来 然后把调好的酱汁也倒进来 继续不停地翻炒 里面的酱汁会慢慢地被意面吸收 等汤汁吸收得差不多了 我们的意面也就差不多好了 终于可以出锅了 光看一面的这个颜色 太有食欲了 我都快忍不住了 还是赶紧开吃吧 天哪 这也太好吃了吧 我最后又加了点黑胡椒 因为我喜欢吃这种黑胡椒的味道 所以它真的很好吃 我感觉比西餐厅的好吃多了 你是不是也想吃了 想吃的话你也试试吧